撒末尔记上第十五章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现在你当听从耶和华所说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在路上亚玛利人抵挡他们 为着亚玛利人向以色列人所做的 我要惩罚他们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灭绝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吃奶的 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杀死 于是扫罗召聚百姓 在迪拉因点月他们 共有步兵二十万 并有犹大人一万 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 在河谷中设下埋伏 扫罗对基尼人说 去吧 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 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 因为以色列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你们曾以恩慈代他们 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 扫罗击打亚玛利人 从哈费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 生起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 用刀灭绝亚玛利的重民 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羊 牛 肥畜 羊羔 并一切美物 不肯灭绝 反下贱和无价值的都灭绝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末尔 说 我立扫罗为王 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局不跟从我 不履行我的话 撒末尔便甚恼怒 终于哀求耶和华 撒末尔清早起来 要在早晨迎接扫罗 有人告诉撒末尔说 扫罗去了加密 在那里为自己立了纪念碑 又回来 经过这里下到吉甲 撒末尔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对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耶和华的话 我已履行了 撒末尔说 我耳中听见的 这羊叫牛鸣 是怎么回事呢 扫罗说 这些是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其余的 我们都灭绝了 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住口吧 我要将耶和华 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 扫罗说 请讲 撒末尔说 你虽然以自己为小 岂不是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 耶和华高了你做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拆迁你行路 说 你去灭绝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 攻打他们 直到将他们灭绝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急忙掳掠财物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扫罗对撒末尔说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话 行了耶和华所拆迁我行的路 勤了亚玛利王亚甲来 并灭绝了亚玛利人 百姓却在所夺得的物中 取了牛羊 就是当灭之物中最好的 要在吉甲县与耶和华里的神 撒末尔说 耶和华喜悦凡记和平安记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看哪听从圣于献祭 听命圣于供养的之友 背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耿与拜虚神和家神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扫罗对撒末尔说 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 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犯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撒末尔对扫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 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厌弃你 做以色列的王 撒末尔转身要走 扫罗扯住他外袍的一边 一边就撕断了 撒末尔对他说 今日耶和华已将以色列国 从你身上撕断 将这国赐给与你亲近的人 他比你更好 以色列的尊高者必不说谎 也不后悔 因为他并非人 绝不后悔 扫罗说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尊重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于是 撒末尔跟随扫罗回去 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撒末尔说 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 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那里 因他心里说 死亡的苦楚 必定转消了 撒末尔说 你怎样用刀使妇人丧子 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照样丧子 于是 撒末尔在基甲耶和华面前 将亚甲砍成碎块 撒末尔往拉玛去 扫罗也上他所住的基比亚 到自己的家去了 撒末尔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去看扫罗 但撒末尔为扫罗悲伤 耶和华也后悔立扫罗 为以色列的王 撒末尔记上第十六章 耶和华对撒末尔说 我记焰记扫罗 做以色列的王 你为他悲伤 要到几时呢 你将高游成马的脚 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 耶稀那里去 因为我已在他众子之中 为自己看定一个作王的 撒末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若听见 必要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牵一只母牛毒去 说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依西来付献祭的言席 我必指示 你当行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人 你要为我高他 撒末尔就找耶和华所说的去行 来到伯利恒 纳成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对他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说 是为平安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们当时自己分别为圣 来与我同赴献祭的言席 撒末尔 就是耶稀和他众子分别为圣 请他们来赴献祭的言席 他们来的时候 撒末尔看见以利亚 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高者 如今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却对撒末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稀叫雅比达达从撒末尔面前经过 撒末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一个 耶稀又叫沙玛从撒末尔面前经过 撒末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一个 耶稀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末尔面前经过 撒末尔对耶稀说 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末尔对耶稀说 你的孩子们都在这里吗 他说 还有那最小的正在放羊 撒末尔对耶稀说 你打发人去带他来 他若不到这里来 我们必不作息 耶稀就打发人去带了他来 他面色红润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他 撒末尔就拿起成高油的脚 在他诛胸中高了他 从那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冲击大位 于是 撒末尔起身往拉玛去了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惊扰他 扫罗的臣徒对他说 看哪 现在有恶灵从神那里来惊扰你 愿我们的主吩咐你面前的臣徒 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 从神那里来的恶灵灵到你身上的时候 他用手弹琴 你就好了 扫罗对臣徒说 你们可以为我看定一个善于弹琴的 带到我这里来 其中 有一个同仆回答说 我曾见伯利恒人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于弹琴 是大能的勇士 又是战士 说话合宜 容貌俊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稀 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 大卫到我这里来 耶稀就牵来一头驴 铺上饼 和一匹带酒 并一只山羊羔 交在他儿子大卫手中 送于扫罗 大卫到了扫罗那里 就势力在扫罗面前 扫罗甚喜爱他 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扫罗差遣人去见耶稀 说求你让大卫 势力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从神大里来的 恶灵灵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琴 用手而弹 扫罗便畅快舒服 恶灵也离开他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